那這個item呢就是將來你這個serveview裡面呢 它會自動怎麼樣呢 幫你把這些資料呢 一個一個放進去 所以你的item呢 就可以建很多個啦 那如果你覺得這一個一個建不好建的話 你可以喔 再切到那個xml模式底下 你可以符合這樣的格式也可以啦 就是一個一個把它往下填 把它填滿 它只要是符合這樣的格式就可以了 那裡面的話呢 比如說我有放了這麼多item 那當然你可以多幾個item 感覺會比較 比較明顯一點點 OK之後的話呢 把它做個save save之後呢 如果我今天不寫任何程式也可以載入的話 其實一般書裡面好像都沒講到 其實呢有個簡單的方法 完全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就可以把這個item 把這個swing array呢 直接放到哪裡呢 直接就放在我們的畫面上面 其實這裡我後來發現有一個property 這個property 非常的好用 就是說呢你直接 完全不用寫任何程式 直接在這個 list view的這個屬性 list view裡面呢 它有一個叫 叫做entries 這個屬性裡面呢 就有 就直接怎麼樣呢 它可以讓你選取 它會問你說 你的那個 清單裡面的資料在哪裡呀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找到一個boss 給它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知道呢 直接幫我們把剛剛建的那個item 那個swing array的裡面的item呢 一個一個一個的放進來 非常方便 完全不用寫程式喔 直接就可以把那個項目 直接就產生了 那你把它run起來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那裡面的話呢 我可以看到裡面的item 直接run起來的話 完全沒有寫任何程式喔 裡面item就可以出來 那再來的話你就直接 去寫那個事件就可以了 當我點了這個item的時候呢 它要在底下 秀出 它要的東西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各位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老師你剛剛做的 明明是中文的啊 那為什麼它這邊呢 會顯示成英文的呢 對不對 其實喔 這個android 它設計的非常貼心 因為它知道 因為它目前呢 總共有一百七十幾個國家 的語系 一百七十幾個國家的語系 所以將來你們在寫app的時候 那絕對不要只有寫 繁體中文一個 因為台灣的市場 太小了 你要寫app的話 一定要寫全世界的語系 至少要寫英文吧 好像什麼簡體吧 簡體也 市場很大 還有像日文版 日文的使用者也很多嘛 再來如果要寫個韓文等等的 各國語系呢 如果你都要建的話呢 也非常簡單 其實我這邊的話呢 假設我要講一下多國語系喔 你就可以把這個畫面呢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有個 它原來是英文版 手機拿來的時候 通常是英文的 喔 那你可以改什麼呢